赖皮他懒驴打滚 他地上一摊 坐到轮椅上面 你们通通看着办 我老子豁出去不可以 我这都打死不认账 银行团碰到这种 大赖皮鬼的时候 可能他最后也没招了 你知道吗 老子给你豁出去了嘛 你说中石化岛 中石化岛是古东岛 中工岛也是古东岛 上下敞山岛 关我什么事情 可是金华城没有了 是我口袋的钱没了 我们这里面 你跟沈金金最熟悉 你说你从来没有看到 你说他有一个个性 非常 已经很久很久了 他就是非常扭 你说没有想到 那个最扭的个性 居然又跑出来了 然后这个扭的过去 跑出来以后 他现在有一种 豁出血的感觉 对 因为我们 我这两天一直想 他到底在干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个 因为你看 北俭所有的招数 全部通通用出来 把土地也扣压了嘛 然后银行团也出售了 对 然后这个 这个年代行也开始 抽银针了嘛 所有的怪招 通通都用了嘛 所以沈金金已经 没有活路了嘛 他没有活路啊 对不对 他现在在赌什么东西 他赌什么 他在赌 他在货出去 就是跟你赌嘛 再坏会不会比现在更坏 会 一个情况 这银行团 拼的 给你中石化 给你中石化拼到底嘛 银行团最后寄出一个法宝嘛 这是干你的票子嘛 让你跳票 不想会再讲 你的第一个票倒了 后面就跟他倒了 跳票中石化就倒了 中石化倒了影响可大啦 都股东的权益 厂商的权益 还有上下游的权益 通通影响啊 对 你认为今天这个星光的 这个年代银行敢这样干吗 不敢吗 我认为他们估计很多 所以省信心就赌你不敢 银行团碰到这种 大赖皮鬼的时候 可能他最后也没招了 你知道吗 老子给你货出去了嘛 对不对 你赌我票子 赌我票大家货啊 对 都打烂仗啊 都打烂仗为什么 因为他在中石化的股权不大 对 他在中工的股权也不大 对 可是这一票 这个所谓的新华城这一票 他赚好几百亿嘛 那个几百亿是实实在 在省信心会 放他口袋的钱 他个人的钱 中石化 给你算了吧 不要了嘛 中工也不要了嘛 所以这个840 560 都是他个人的资产 你知道吗 所以他如果承认这个事情以后 马上一夜之间少好几百亿嘛 对 所以他跟你拼了嘛 第二点 我就懂了 你说中石化岛 中石化岛是股东岛 中工岛也是股东岛 上下厂山岛 关我什么事情 可是金华城没有了 是我口袋的钱没了 对 金华城是他的钱 他是金华城 实实在在地主 他是从那个整个 整个那个 整个中华城百亿公司转过来 他占最大的股权嘛 你知道吧 所以他今天就豁出去给你 他要拼他个人的资产 这才比较合逻辑 所以检方没有抓到这个要害 你知道吧 所以大家都认为 他不能施工 不能施工什么关系啊 他根本无所谓啊 他无所谓 他无所谓啊 所以他吃定所有人 他吃定 他赖皮 他懒驴打滚 他地上一摊 坐到轮椅上面 你们通通看着办 我老实豁出去不可以 我这都打死不认账 所以他才用底气 跟检察官拍桌子 他拍桌子 他什么事都敢干的 他拍桌子小事啊 没有去跟他 请问他的祖宗 没有跟他祖宗请安 算不错的啦 你知道 他的个性是会的啦 那我认为说 所以提醒北检 警察官小心一点 下次他请教你 他请问你祖宗好的时候 你小心一点 所以我意思说 这个事情的发展 就是14天的住院期 不严重啦 14天怎么好严重嘛 因为14天来讲的话 我认为大概 那个七天是多住的啦 因为那个 医院的医生会怕 对 医生放你回去 因为检察官会把责任 推给医生 会推给医生 他可不可以走 那医生不能走 安全保证伤口通通好了 完全没有意外的 把他送回去嘛 送回去他等什么 他在等延压的决定日期嘛 延压决定日期时间快到了 剩二十几 剩一两个 两个礼拜左右嘛 对 两个礼拜左右 你检察官敢不敢再延压我 敢不敢再压嘛 他拼这个吧 对 那你认为敢不敢压 当然压压 对嘛 所以他就是扰金不清楚嘛 他认为你压不了我那么久嘛 所以检察官如果压下去的情况之下 他还能不能够顶得住 这个又是变成大家双方一个较力 所以现在是沈庆金跟整个北检的意志力斗争 当然是双方在斗啊 因为北检是为了上班在斗嘛 为了起诉他在斗嘛 他是为了新台币在斗嘛 哪个比较实在 那小沈当然是在斗新台币啊 我这一拖 这一拖就是我的退休老本 他要忠实化干嘛 他不要忠实化 忠实化股权不大耶 他要忠攻干嘛 中公股权他还不大 他都是靠委托书搞东搞西这样子 这样子控制的嘛 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 他的个人资产 可是你没有中公了 你没有忠实化了 你的钱转不 他不就是靠这个转来转去的吗 他已经转出来了 转出来了 转到金华城了 已经转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不还你的怎么样嘛 我不还你是你要来跟我谈 不是我跟你谈耶 对 你知不知道 这个too big too fall 有的人在银行讲过这句话 我那个赖你的账 我是欠到大的时候 大到不能到 银行怕我 不是我怕银行 你知道吗 他大这个赖账赖到大的时候 是银行头痛 不是贷款人头痛 太大了嘛 他就是 我现在问你一个很简单的 我就是明天不还你 我躺在地上 你怎么提案 我随便 我不理你 对 反正台北市政府也不很好看嘛 对 我就跟你诉讼打嘛 先告市政府 先告市政府 840稳住 这个中间打来打去 不怕 为什么不怕 那个土地的价值 十年后会值多少钱 再往上找 十年后千亿啦 我跟你讲 他土地不怕打官司 那个名字登记我的 我跟你讲 他大尾得很 他已经想通这一点 他跟你豁出去干了 主要的原因是 那个资产 是省现金的个人资产 我们这两个节目就讲说 现在北检把重心就放在哪里 查这个USB 那查USB里面 我们才发现 里面有很多的人民 有很多的数字 而且这些很多的人民 都是大老板 可是我们才看到 大老板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都不讲话 进去又出来 进去又出来 可是没有想到 在USB里面出现了一个人兵 这个人民居然是谢国兰 而且有个200万 那他想说 你不是才刚罢免完吗 你不是才躲过一劫吗 难道现在 你又开始大祸来临吗 他现在承认 他是所有USB里面 人民跟数字 唯一承认有这么回事的 那如果他承认有这么回事 那不就坐实了 2022 11月1号 小省1500 这是一个金额吗 对 没错 今天最有戏的是什么 是谢国良 为什么谢国良 保险 他原本来这个罢免 好像过了一关 就没有他眼前 又有个更大的难关 在等着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出来说 因为人家周刊媒体报导说 有一个在这个局职的 这个USB的这个记账里面 有一个叫做谢国良200 这样一个状况 那逼着他出来讲话 他就说 而且你说 这个时间 对 名字 金额 这个格式跟2022 11月1号 小省150的格式一模一样 对 那他今天为什么出来说 简单 因为他的这个基隆市的副市长 邱佩林 已经被约谈过 对 所以他知道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再加上说 其实媒体也报道说 我们已经给你礼遇了 我们怕你的这个罢免的影响之后 所以我们没有在你罢免前之前 对 约谈你 所以他请你 释出个善意 对 所以他今天就出来说 我只能跟大家说 的确我们家族企业 跟柯文哲有往来 那其他我没办法再去 这个证实或是否认 那如果我被要求 要前往北检说明的话 我会证明积极的配合 权力配合 他就承认有了 对 所以他证实这件事 好 那这个证明什么呢 宝贤我跟你讲 民众党大概可能开始要 真的面对现实了 为什么 之前小省1500 人家说 这个就是时间 下午3点钟 那好 北检要巩固这个证据的时候 他约谈过谁 陈寅住了300 还有包括说王立领的500 好 这两个他们都没有正面说 所以要说 那还是这样子 他们要否认到底 还是可以的 但是今天谢国良是出来说 的确就是200 有这回去 所以就证实了 家族企业跟民众党 的确有过往来 所以证实了什么 证实了这个格式 小省1500 这就是钱 所以现在民众党 他该怎么去否认 而且这次民众党 在整个罢免案里面 他们也挺谢国良 所以现在等于是 谢国良出来 他证实了这一点 他其实砍了这柯文哲一刀 不过他自己本身 也可能会惹火上升 你刚才讲说 之前讲 等于是在讲说 你们查不到金流 柯文哲一讲 那就是土利 你查得到金流吗 笃定你金流查不到 跟你说 现在谢国良这件事情 重要性是 因为我可以把你反推成 2022年11月1号 小省1500 确定这个就是金额 金额你就讲 那1500万不重要 你如果真的确定1500万 而且这个11月1号之后 11月2号 众望基金会成立 众望基金会就有1000万的资本额 而且如果你来看 这个前后的时间 刚好金华城就拿到了建造 金华城的所有的案子 就开始推动 所以你这个行贿的可能 就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你就从谢国良的讲话 回推到他的真实性 就可以证实说 你真的有金流 你真的有拿钱 你真的有收费了 对 这也是剪掉扮演的方式 USB里面的格式 我只要证明说 每一个人讲的 所有都是时间 然后人 然后我给你钱 这样证实的时候 宝贤 那这样子去回推来说的话 这就是金钱啊 所以我才说 这个谢国良 出来证实这件事 其实是已经 牢牢的巩固了 小省1500这件事 可能就是收费了一个钱的额度 而且你就看到这件事的时候 你觉得你不可思议 你如果今天 你当时收了那200万 对 你有没有收费押腾的嫌疑 如果你有收费押腾 你有当时逼秋成远不要选吗 对 如果你当时干过这种事 那代表什么 代表阿伯 没有什么东西不敢卖的 对 他没有什么钱不敢收的 对 他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做的 宝贤 事实上这个橘子里面寄的这个USB的账户 可能真的会害死非常多人 现在谢国良他就压力非常大了 好 第一个是什么 因为事实上他目前只是说 我们是怎样 我们家族是在听了这个 柯文哲还有这个高鸿安 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他们讲的话 觉得他们太好了 所以我们要资助他 好 那是什么时间点 保洁 他们选举的时间是2022年的7月16号 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有同台去演讲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 就是他们家族人听到这个时候 觉得他很赞 可是问题是 好 给他钱 你这时候给他钱 问题是什么 保洁 当年的这个 这个谢国良要选基隆市市长的时候 其实原本这个民众党 有要派出一个邱成远要选 邱成远要选 如果今天我们把时序兜起来 就是说 他们这个家族去听了这个柯文哲的演讲 觉得很赞 捐给他200万之后 可是问题是 邱成远在8月31号 就不选了 当时的这个民众党是用什么 他们选节会还有中委会 也就是党中央 要求你不要选就不要选了 是让邱成远本身是很想选的 但你就没有选 没有选的话 如果把这个时间点兜起来 那可以说 你可能是柯文哲把邱成远卖掉了 好 我们刚刚讲的 在这个地方刚刚讲的 邱成远是已经有动作了 邱成远已经是母鸡带小鸡 邱成远当时民众党在基隆 已经有市议员准备要参选的 结果你自己突然嘎然停赤 然后你自己自嘲说 我不是母鸡 我是类母鸡 那是谁让你带类母鸡 而这中间有没有对价关系 对好 那事实上 所以我才说 目前为止来说 谢国良压力非常大 但是我证明了一点是 保健假设这是真的话 柯文哲是什么钱都敢拿 什么位置都敢卖 所以我们之前曾经有人在传言说 江湖在传言说 可能他很多这个党内的位置 或者很多这个党子的位置 他都可以用钱交易 如果这是属实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柯文哲 真的是吃糖吃费 他什么钱都敢收 好 那现在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USB里面的数字 都是钱 对 没错 所以你就证明说 现在这个举止里面 证明了都是钱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讲 目前为止1500来说 是钱的可能性 已经非常大增了 我先一个朋友看到这个新闻说 他说柯文哲到底搞不懂 搞不懂行情啊 是 他说这种手压 而且你县市长这种行情 起码500万 对 他说他这么贪婪 200万就买去啊 对 保健 我们事实上目前为止 知道是200万 但会不会更多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就讲 事实上他什么钱真的都敢收 那我简单来讲 事实上柯文哲 真的一切都是为了钱 从这个2017年 现在今天还有最新的发展是什么 蔡壁如的角色啊 保健我们原本以为蔡壁如是什么 防腐计 这个民众党的唯一可能不贪的 就今天证实什么 他也是其中一个分子啊 不是 当时不是讲吗 因为有蔡壁如是在的时候 柯文哲的一言一行 他要去哪里都被管制的 柯文哲绝对不能跨那个红线 跨那个红线的话 我们的壁如姐会把他给挡住 所以他受不了把壁如姐给赶走 那如果壁如姐也牵扯在里面 那不是整个党神鼠一翁吗 也就是说之前的议员爆料说 蔡壁如跟朱雅虎的通信 讲进化成 大家想说怎么有可能会谈到这件事 结果今天周刊也证实了 蔡壁如的确他涉事身上相当深 甚至呢 朱雅虎不是传说感谢560的时候 他也传的讯息 不是只有传给李文中 他也传给了蔡壁如 所以我们过去都认为蔡壁如 应该是民众党最防腐计 最不会这个犯错 结果没想到他也犯错 所以告诉你什么 宝姐是这样 今天的整个剧情发展 这件事 第一个 柯文哲什么钱都敢拿 再来就是这个USB账户里面的人 跟这个数字 他证实的就是汇款的 这个人跟钱 另外第三件事就是 蔡壁如也沦陷了 整个民众党 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好人的 这个状况 你说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 审计仅只剩下两条路 你是走着出去 还是躺着出去 因为刚才讲 今天他又申请聚保停压 结果被驳回 被驳回之前不是讲吗 他住到医院 住到医院里面 是不是他已经供出了重要的口供 可是现在得到消息是 他有供出口供 可是这个口供 对于柯文哲 还没有致命的杀伤力 对于最后最关键的证词 他居然坚持不可以划压 坚持不可以划压 状况下 他现在在搏命 因为我没有想到 他的身体是真的很糟 真的很糟 他真的非常危险 对 其实沈信金来讲 他的年纪已经77岁 在这件事情进去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赶快跟检察官来交换条件 甚至用他的角度 其实他是可以去争取 当污点证人的 因为他就是里面 行贿罪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不管是应小威的资金 或者是他可以直接找到 柯文哲主席 他就是关键人物 如果他愿意的话 他是可以当这个污点证人的 可是错过了那个时候 他只交代了一些 不痛不痒的东西 你觉得他有办法出去吗 不能吗 他的律师一直觉得说 他的状况 他用四个字非常不好 所以不停的申请 聚保停压 聚保停压 你知道吗 沈信金在尿袋出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大老板 他以前在我们面前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有时候也会推轮椅 可是呢 他都叫司机厅员的地方 轮椅转到一个地方 自己再站起来 你让这个状况给他拍下去 第一个 他的面子挂不住 第二个 他的身体状况是真的不好 他到了医院去哦 你在积压的过程当中 你有办法去医院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北所的医生 觉得这太危险了 所以把你放到医院去 医院弄完之后呢 多重细菌感染 等一下 什么叫 什么叫多重细菌感染 你说这个多重细菌感染 在监锁里面是最恐怖的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尤其他已经年纪有点大了 77岁 多重细菌感染 让你的整个身体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虚弱 你一般人在外面 都不一定看得好了 你又把它丢回看守所 看守所你想想看 那一种环境 三个人一间 然后呢 上厕所的地方 是开放式的 你已经多重细菌感染了 然后你又丢回来这个地方 厕所是开放式的 厕所就是开放式的 而且厕所没有卫生纸 厕所就只有一桶水 你要等于说擦屁股 你要去冲这个 这个垃圾 都是那一桶水 就是那一桶水 而且那一桶水 大家要省着点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个多重细菌感染的 我们77岁应该可以讲老先生 老先生 然后你就把它丢回那个环境 那对沈静静来讲的话 你现在已经都不用去想 精华城 不用去想精华广场 那个840% 再往前回推 到底多少龙镜 你那都不用想了 现在来说的话 检察官就是一句话 把你压到底 阿勒得 你在起诉之前 你都不要想要出来 好的 今天刚刚讲的 你要拒保停压没有 更恐怖的是 你想再待在医院 也没有 你想拒保停压 驳回之后 我马上把你从医院 把你牵回北索 对 你有还有活路吗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知道吗 就算他最后起诉之后 如果换压 换成法院 裁定要不要在院方来积压 院方如果积压下去 就严重了 因为院方积压下去的话 第一期是两个月跟检方一样 可是后面呢 因为他们所设犯的 都是十年以上的重罪 所以他后面每一次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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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可以给他九个月 如果这在经过法院的 这一个十一个月 两个月 加上九个月 十一个月之后 沈青青就算出来了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那也不会完转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小沈 他只能够强调 他到底是要命 还是要潜 现在来讲的话 他一定要交代清楚的 所以他到底想要走得出来 对 还是最后你是被扛得出来 对 而且你说现在检调 已经这么好 掌握了一些证据 或许大家觉得拍狂 可是你说这1500至关重要 不管怎样 我今天要办一个人生的受费罪 我一定要金流 现在当时一再讲说 今天在你的USB里面 202211月111 小沈1500 我们看到民众党 从上到下全部都说 那个1500就是下午三点钟 那没有想到 之前不是把很多的大老板 一个一个找来吗 USB里面你任何有名字的 有数字的 有日期的 我全部把你找来 找来以后一个一个问 每个人都说 那就是金钱 谢国良今天也说了 谢国良良拜 这也是一笔的金钱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以证明 它是1500是金钱吗 如果证明是金钱的话 我在对照前后 你的之前10月18号 我给你的建造 19号你就开始动工 甚至 11月1号之后 马上众望基金会就成立了 众望基金会成立以后 资本额就是1000万 我这个就可以勾集说 你有所谓的 是个所谓的贪污的事实吗 对我们先来讲 不管他今天来说的话 不要忘了 金华成真怀土地 被扣押多少钱 是被扣押认为 不法的犯罪所得 111亿 那大家会讲说 你111亿 你1500万算不算 我告诉你就是算 这个东西在法律上面来讲 就是对价 你可以讲说 小沈 像朱雅虎讲的嘛 很小气 你弄了111亿 A到这么多 我只给1500万 可不可以 你也可以说 柯文哲 这个人很客气 送给财团 给了一个方便 然后呢 他的回馈 只有1500万也可以 但是重点是什么 我本来不相信 对 就你如果说 今天谢国良 跟这个秋晨远之间 真的有所谓的 手贴的嫌疑 你真的可以用200万就卖掉 你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这就是重点了 前面我们刚才讲的事情 你可以说是小沈小气 你也可以说 科务主席客气 这都可以 重点就是 这1500 小沈A50到底是不是钱 因为你看前后来讲的话 我们回到这个10月18号 10月18号 压了军令状 你这个天要发建造 然后呢 你19号就找了记者 来参加动土典礼 还有五容五十 这些都准备好了 然后呢11月1号 你就可以看到1500 如果这个USB里面 Ecell档案是真的 然后呢 这个时间地载也是真的话 那你觉得 这不是钱 那是什么呢 然后谢国良 那个200 如果他已经承认了 USB里面的Ecell是写200 而他讲出来的话 就是200万 外面的人就说 两百万 你就可以卖掉 你也太便宜了吧 玉边来讲的话 200万是用来干嘛的 告诉我朋友 200万应该是敲门砖 就是意思意思 扣扣扣扣 主席 我过去听到都是狗爸 起跳耶 县市首长 然后呢 基隆跟张瓦两个算是大省 大的县市 所以这两个应该至少500起跳吧 200万可能是敲门砖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谢国良 他至少会被北减传去 传去之后呢 证实他的那个时间地点 对了 那他200代表是200万的话 那这150 就是1500万 那1500万 在对上你今天给人家建造 建造完之后开工 开工之后有这1500万 1500万之后 众望 你的登记资本额就是1000万 这个东西就已经勾集起来了 这已经可以成为一个起诉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已经针对两岸三罪名 在写起诉书了吗 对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为什么到现在来讲 要把这些大老板 以SellUSB上面 以Sell档案的一个一个传过来 你只是要佐证 我前面已经写好了 然后呢 我的附近要佐证 这个1500就是1500万 好 会者 现在所有的动作 去对付审计金 还给他活路吗 第一个是他身体上的问题 他已经住到医院了 本来以为说住到医院是装的 没有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 多重细菌感染 我先一些朋友说 那很恐怖 他都几岁了 如果他有蜂窝性组织炎 这可能会变成一辈子的伤害 还有在监署里面 那么恶劣的环境 他这种污染 跟这种感染 会越来越严重 这会要他的老命的 我听到都手脚发麻 还不止如此 在整个商业上面 他的商业版图上面 昨天讲不是已经抽银根了吗 现在更多的资料是 他不但抽银根 而且已经要他负利息 那根本就要省清晶的命吧 是 保佳哥 事实上现在省清晶面临的状况 真的是生死关头 其实今天有很有趣的是 两家不同的媒体 其实这个新闻出来的时间 大概差几小时而已 但截然不同 一个媒体是已经把 沈清晶写成是 全身抽搐 真的是好像非常危险 命在旦夕 看起来全身抖动 跟来说 这些不是讲全身抖动吗 不是讲他上吐下泄吗 搞了被那就是 他的细菌感染 对 然后说什么喉咙都因抖动 无法喝水进食 上吐下泄 然后说昨天医师 又特别帮他紧急动手术 可是奇怪的是 今天他不是要交保吗 对 但交保的他的律师 拒保停压 对 现在目前为止 媒体报道 那个律师 只字没有提到 手术这件事 所以现在不知道是 媒体的报道错误 还是说先有这个讯息出来 然后可能要施以一些 相关的一个压力 然后但不管怎么样 结果就是今天 他还是中午的时候 就反北索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如果你真的是 多种信息人感染 我连医院都不让你呆 医院做了最基本的处理 让你觉得 没有生命危险之余的时候 你就给我回北索了 回北索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都知道 现在其实看起来 整个不管是提讯 还是整个侦查进度 应该已经进入到尾身 请诉说可能都在撰写当中 但在这个时间点 你看起来 检察官有要放他回去吗 没有 而且我跟你讲 这样一压 本来说11月5号 这样看起来可能不止11月花 搞不好又会 掩压两个月下去 所以这样子在不断的 一按一按连环相报的 一个情况之下 而且又有新的 市政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沈静晶 能不能活着走出来 还是刚提到的 是被人家扛出来 你讲得太可怕了吧 真的是不一定 但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面临的情况是 就算他是活着走出来 他的企业可能也奄奄一些 有这么严重吗 对 他现在情况是面临到 所以我们有特别提到 就是他的整个银行团 已经有下两的指示 第一个指示就是说 那你要给我 加额外的一个担保 最重要的件事情是 你忠实化的一个顺位 这个部分 土地的一个顺位部分 要提前 第二件事情 当然就是说 不排除要提前还款 提前时间点是在哪里 就说11月初 所以我们都知道 沈金金他在11月5号 又面临到 能不能就顺利交保 11月初同时又面临到 他的一个银行团 会不会要求他提前还款 所以这11月初 对于沈金金来讲 不管是他企业上 还是他自己的人身上 真的都面临到 你之前就讲 我不管中共或是中始化 这是沈金金两个 最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企业 你说这两个企业的财务 其实压力都很大 这两个企业 你就看到银行团 昨天根本就直接 冲着中始化而来 我直接邀着中始化说 你要给我提前还款 第二个是 你要给我增加担保品 你说这些都是要了 中始化老命的 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始化现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可动用的 约当现金 大概只有52还54亿元 但是一年之内 要还的短期债务 高达192亿 所以他原本就是 借信还就借信还就 但现在你土地 都已经被压了 一个情况之下 你有办法借信还就吗 当然就不可能 所以你借不了 新你就还不了就 你还不了就就爆炸了 还不了就 这个银行团开始动手 它的银行团开始动手 中始化本身自己 也借了非常多 除了中始化自己 本身借非常多 中工也借了非常多 所以它会呈现 一个连锁效应 如果一个连锁效应 开始推下去的话 真的有如同骨牌般的 一个倒开始 整个企业都面临到 一个资金断裂的危机 不知道 今天最有戏的 就是沈建青 今天本来讲 他可以住在医院 可以吹冷气 可以舒服一点 没有哦 今天他还把他 从医院弄到了北索 那你想说 从医院弄到北索 他身体好一点吗 没有 按照媒体所说的 他是多重细菌感染 多重细菌感染 那非常严重的 那不就要他的老命吗 你之前在我们节目就讲 他有很严重的皮肤病 他每天要擦药 而且他不但自己擦 有些地方还有别人擦 那如果你有这么严重的皮肤病 你又有多重细菌感染 又在监狱那个环境 那不就要他的老命吗 我基于 根据我过去 在康宁医院服务的经验 这个14天的救护 救护就医 然后就把它放回北索去的话 这个情况应该没有那么严重 你说省器已经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因为很简 我讲个简单的概念 如果今天照你刚刚的讲法 是因为皮肤病引起了细菌感染 多重细菌感染 引起了菌血症 就是血液里面的细菌 再引起了败血症 这一连串的发展 这个病程的发展 按照他的这种年龄状况的话 大概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 大概三天就会 这个病程就会走到了 就挂了 败血症 败血症的话 就要用什么东西治疗呢 什么 治疗方法叫做 就是用抗生素治疗 那抗生素治疗 按照这种情况的话 我认为安全一点的话 要三个礼拜 要三个礼拜 要达到第二线 第三线的抗生素 安全的话 因为年龄太大了嘛 那14天就放回去 表示没那么严重 我认为没那么严重 这一般的抗生素治疗就清楚了 大概一个礼拜 后面一个礼拜给他 多休息 那医生 就组治医生判断 会判断到你刚刚讲的情况 对 就是你刚刚讲的情况说 如果我还保留你有伤口 对 再回到了北索 然后再度感染的话 然后造成致命的危机的话 现在这个组治医师 不是要负责任 所以组治医师会 要把它搞到非常安全 才敢让他再回到北索去 所以14天 我认为已经是多照顾了 多照顾了 应该大概就是10天 一个礼拜左右 应该已经治疗完毕了 那如果照这样 那沈金金到底糟了没有 到底说了没有 他还在负于顽抗吗 这个事情我非常意外 非常非常意外 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 确实 以柯P而言的话 都没有一个直接证据 说柯文哲拿钱 要有一个直接证据吧 到目前都没有 对 我们怀疑是1500 那我认为是 1500 没有直接证据 是举止拿的 可是现在不是讲吗 那写在你自己都写了 2022 11月1号 1500小沈 那这个所有在上面的 所有的大老板 都是同样的规格 同样的数字 人家都是钱啊 那我可以说 人家都是钱 这一笔是时间 他可以这么赖 我当然这么赖 不然我犯无期徒刑 我不赖 我那么快答应你干嘛 我这么赖你怎么办 你就赖了嘛 那沈金金也没有咬他 对 举止跑路了啊 对 所以我当然这样赖啊 我是柯P的律师 我一定叫他这样赖啊 对 这个还有什么好谈的 那不就是案子没了吗 不是 这就是1500的下场 一定要沈金金或举止 来咬他才有用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 李文中是关键 我一直讲李文中是关键 因为所有很多钱 因为我今天发现一个特性 柯P这个家伙 大小通吃 什么钱都拿 对 所以他 他是反走过之处 他叫秋风扫落叶 他拿到什么钱都往口袋塞 对 塞了太多以后 交给谁管理 李文中 交给李文中 那李文中在把这个钱 塞回他私人口袋 所以李文中跟柯P才知道 外面这些说的张钱 放到哪一个私人口袋 李文中才能证明 朱雅虎涨的210万 是进到了从哪里 哪一个户头 哪一个转账 或是说他这个陈佩奇 用60次搭搭搭搭搭搭搭ATM转进去 那个就具体了吧 对不对 那就是具体的 那他证明说陈佩奇这个600万 是李文中把跟朱雅虎拿的 这个也中了 这样也可以 这具体的证据 所以我认为说到今天为止 都还没有具体的证据 直接能够让柯P一枪毙命 那这怎么办呢 对啊 怎么办呢 太好办了嘛 严压就好了 严压 那时间多得很 不急吗 不是 现在不是讲吗 现在针对两案子三个罪名 两案子就是政治现金案 针对进化成的案子 三个罪名就是 一个是土利罪 一个背信罪 一个就是贪污资罪条例的行贿罪 不是讲说我现在急着写 我请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我要严压不严压 要谁同意 要法官同意 对 那你是法官你的新政 你认不认识 你同不同意这一千五十汇款 是汇款 对嘛 所以法官的新政也会同意 但是我判刑不见得判得下去 因为我要做法院的攻防嘛 所以严压没有问题 我不能够 因此就能够定一枪毙命你 但是我相信你有贪污 所以法官根据这个东西 而且还有同案被告在逃嘛 对 橘子在头 还有这个几个家伙快要招了嘛 对不对 那个初夏虎这都是间接证据啊 对 都已经见 只要李文中说 初夏虎讲的对的 我把这个钱给了柯P口袋了 那这个起诉书就可以写 所以你所有东西都剩下临门一角 都是临门一角 三个人 李文中 橘子 还有沈庆金 对 就是三个人 这三个人才真正的能够把 把柯P一枪毙命的人嘛 那这个时间在哪 站在北柬这边嘛 北柬不急嘛 北柬真的不急吗 刚刚不是算过了吗 根据现在的证据 严压条件已经够了嘛 对 刚刚御峰讲的很对嘛 院方还可以给你搞十一个月啊 对不对 那你慢慢搞啊 对不对 院方就不一样咯 院方那个压下去指使用 他有把握判刑是超过这个刑期 可以扣除刑期的你知道吗 那个院方我跟你讲 那压小使人不是这样压的哦 那怎么压吗 他把你关在病肩去 他有病人 他有病肩啊 不是算送医院 你出不去了 没有这回事 我们好像在基隆有个病肩吧 对 病肩给你关 算执行 那时间就不要谈了 就看地方法院 看院长看法官高兴啊 而我现在认为说 这个事情太不合理了在哪里 就是沈庆金的个性 真的那么固执吗 他何必再搞成这个样子 这个真的是说 我认为不是生命的问题 他的企业已经要倒闭了嘛 企业倒闭 他不出去救企业 还在那边给你咕咕咕 咕咕地 我认为小婶现在下一次 聚保就医的医院 应该是别的医院 应该找心理科医生治疗一下 现在就是一直查这个USB 这两天找了很多大老板 也都跟这个USB有关 也就是你的名字 你的数字出现在哪里面 你就要被剪掉 抓住去问一下 今天来的是林秘群 扎罗林秘群 他有一个麻烦事 原来我们正在讲 他的文华东方 当时做了一些调整 这个调整 也跟柯文哲有关 宝姐 这个USB里面真的是宝库 搞不好会有很多 其他的案子会爆发 我跟你讲 为什么 这个文华东方 这个案子就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 宝贱那 他出事的时间点 都是在2022年 你看金华城 也大概在这个时间点 他这个让他核准的时候 是在2022年的5月的时间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本的这个文华东方 他过去的 他是真的可以都庚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是仲泰宾馆 他一盖了五六十年 所以都庚的时候 当时北市府只给他 只给他加25%的这个容积率 但是我有淡书 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子 就是包括说你的这个 包括你的这个 这个所谓房子的使用权 大型的会馆的使用权 很多我一年都可以使用 有固定的天数 但是事实上 当时他营运的很不好 从COVID-19之后 营运的很不好 他就说这样子 我在2025年的时候 因为我听说 这个金华城的案子 他都可以 这个有其他的方法 那我就说 我在这个第八年之后 我说我们干脆 把它结清一清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台北市 用了这个金额也不多 用了这个厂次也不多 那这样我们就把它结清掉 就因为他这个 一共定15年 接下来还有7年的时间 那台北市政府就说 那这样好了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1.3亿 把它结清 结清的时候 你只要绞清这个 那我们两个就已经 没有镶嵌 没有镶嵌 好 就这样子 那为什么 因为当初 这个北市府等于是 给他16亿的容积率 那结果没想到 最后你只有换1.3亿回来 当然你已经使用了八年了 加上1.3亿 这样看起来 好像对林命群非常好 那为什么找林命群去 简单 因为林命群就出现在USB里面 他有捐钱给柯文哲 那捐钱柯文哲的时候 剪掉他知道 你这个到底是 你的钱是在哪里 有没有在那个 这个捐款的这个账户里面 有出现你的名字 还是你用什么方法 还是你用私底下的钱 交给他 所以我才说 这个搞不好 会有其他的案子会爆发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林命群 因为他有一个 这个对价关系在这个地方 可能他目前为止 还没有什么问题 那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 就是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也是 非常非常的诡异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大直的这个所谓住宅 工业宅合法化 保健 那这个为什么我觉得 柯文哲可能会出事呢 我跟他讲 因为这个大直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过去都是工业宅 那工业宅的时候 柯文哲一样 他也在2022年的时候 2022年的3月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就把它完全合法化 算了 在他要卸任的那一年 那他就说什么 你们以前的评数 一瓶呢 我用 你用5万块 把它搅进就好 就这样就好 一瓶5万块 你用50瓶 一瓶5万块搅就好 保健 那这真的让他们获取暴利 因为工业宅 他买的时候 只有60万 但他生在 这个一般的住宅的时候 他可以挑到120万以上 一倍 结果我就说 那就给他完全的特色 就工业宅 就变成是住宅 一个人交 一瓶5万就好 那他当时 市府还说什么 不行不行 以前评估要16.18万 就他居然用5万 就把它清掉 那结果当时的政府 就跟他说 你这样不对啊 你这样怎么行 他当时还跟我们的 内政部杠上 但最后还是放行了 那为什么说 这个案子会有 会有诡异 你说至少你应该 补贴回馈 16.1万 对 5万就回了 对 而且他还经过 他5万 他16万之后 还经过这个都审会 一降一降 一降再降 降到最后 还降到5万 所以他也是一样 有都审会通过 好 那为什么 我说很诡异呢 保健 那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大地主 叫什么 叫做陈春彤 陈春彤是 梁茂建设的董事长 他出现 我们如果上次 有印象的时候 有印象是什么时候呢 他出现在 金华城的 都审名单里面 说人家 他就是 都是同一批人 他就是都审委员之一 所以上次有约谈他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位 那你看 这是什么时间点 金华城的都审 刚好就在这个 前一年的时间点 所以来说 他们这些人 就是完全 就是一 就是一 我不能说一伙 他们都 你仔细去爬出 他们居然都有关系 那为什么当初这些 都审委会放过 放谁 因为接下来有 另外安置要给你 所以才说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诡异 这里面牵扯到的建商 相当相当多 我觉得这个工业宅 一放过的时候 大家全部 升下都是跳 跳一倍 跳一倍 跳两倍 土地 以前从这个 工业宅的用地 跳到商业宅的用地 对耶 这里面有多少 有多少人 穿了多少 这才是柯文哲 可能最大的 必然会在这个地方 只是这里很难查 为什么 因为他这里面 一定 他这个 所以我为什么说 柯文哲的任内 跟很多建商都非常好 你看 他对金华城多好 他对这个文化东方 可能是最差的一个 他对这些所谓工业 才是多好 所以我才跟你讲 他的案子 还很多很多 那就回来看 就是之前大使 不是垮掉吗 对 以前如果你这个垮掉 你要去做这个 所谓的鉴定 你要等于是政府 跟民间同时做鉴定 对 他现在不用 你现在建商自己做鉴定 是 你就可以搞全 全责就自己主力 对 所以我就跟你说 他任内的时候 对建商多好 所以才说他每天 常常都在跟建商 高贵 有来没 所以才说 因为这边被找到的时候 我觉得 搞不好接下来 会有其他的案子 会爆发 因为他可能领了 有拿很多人的钱 那这个钱 我觉得检掉 大概也会差 你这个 你看 为什么今天会出现 林敏群 因为他跟文化东方 有关系 所以他里面还有 如果假设 他里面还有 非常多名词的时候 如果连接到这个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又是一个大弊案 所以才说 所以你说 这个东西没完没了 我跟你讲 柯文哲绝对没完没了 因为他任内有 太多太多 跟建商的 这个 这个 真利益太大了 我跟你讲 这随便一个利益 就还有人支持他 还有人挺贪腐 我就跟他讲 工业宅 变成是一般的住宅 请贪腐就算了 你根本没有人 小猫两三只 还敢跟我呛歉啊 对啊 不要脸 所以我就说 你看柯文哲 做了多少事情 这个都是 你看他对建商 对财团 还有对特定的 这个所谓族群 这个都相当相当好 让他们空手套白 你看金花城 从工业用地 变成商业用地 这个从工业宅 变成是一般住宅 这个利益实在是 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我再强调一遍 我跑了36年的记者 反贪腐一直是 台湾社会的最主流的价值 现在这个社会 居然有人敢挺贪腐 还挺得理直 不要脸 今天有媒体讲说 现在北线要开第二战场 要抓内鬼 因为 竟然很多的消息 都已经提前泄露 包括橘子 为什么可以先跑 原来橘子早就得到消息 而且现在知道说 原来橘子 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在USB里面 不是有一个1500小审吗 现在传在消息是 那1500就是橘子去拿的 实际上在USB里面 可能不止这个1500 就他们说的下午三点 还有300 还有好几个0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是时间吗 还有两个数字的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橘子是不是先跑 我问你橘子在什么时候出境的 8月在应小威 要从台中出境去香港的前一天 8月26号 就直接从这个 等于说机场出去了以后 直接到了日本 那么如果像民众党的立法院总召 黄国昌讲的 橘子 徐子瑜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怎么可能是帐房 然后另外一个说他去游学 我问你为什么不回来 台北到日本有那么远吗 台北到日本不是买一张机票 最快两个半小时就飞到了吗 而且热带你讲说 现在已经找到了橘子 但橘子不肯回来 问题是其实台北地坚署 已经透过管道 有找到他 有联系上他 也在劝说他 你什么时候看过台北地坚署 发的新闻稿 那么那么的温柔 说橘子只是作证证人 然后已经联系上 请各位外界不要有过多的揣测 可是问题是已经多久了 一个多礼拜了 一个多礼拜 他还是没有回来 你要回来 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你又不是被告 你是证人 回来又不会把你收押禁键 押到台北看守所 女子监狱去 不会嘛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你如果那么单纯的话 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那事实上呢 从举止的事 今天媒体报道的 有关于在抓 这个所谓的 这个泄密的事情 台北地坚署 今天也有发一个澄清 意思就是说 这篇报道里面 有很多内容与事实 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所以巴拉巴拉拉 讲一堆了 保健你知道吗 我突然间想起一件 放在我心里面 已经好几个月的一件事情 我终于联想到了 你记不记得 那么 制咬公司 在10月7号 不是解散吗 对 制咬第一次出现在 我们所有人的面前 是什么时候 是四叉猫 跑到台 那个台波公司去 二楼跟三楼 有关于 那么包括 这个 柯文哲的木可公司 还有他的民众 怎么搬来这个地方 在装潢 跑到那边看吗 突然间他的脸书 就出现一个名字 叫做制咬公司 发现这个制咬的名字 竟然是柯文哲的儿子 所以呢 我们才想到这个制咬嘛 各位 8月9号的时候 陈佩琪在自己脸书 发了一篇 昨天晚上 8月8号 看到先生铁青着一张脸 回家 你还记得这篇吗 这篇就是他说 本来因为他想要去 开个咖啡店 小草咖啡店 所以他是工人员 所以不能开 所以借别人的名字 其实他儿子的名字 10万块 然后呢 就弄了申请的一个 这个制咬公司 后来 各位 真的抱歉 我不知道这样有 维华一律 括号 听先生说 好像有人去告发 我问各位 制咬公司成立 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人去做行事告发 没有吗 没有 包括刚刚在本节目 最喜欢去告发别人的 钟小平都没有 而且呢 当时觉得讶异的是 前一天 四叉猫才去提到制咬 后一天突然间就听到 陈佩琪写说 听先生说 好像有人去告发 天哪 我们根本没有人知道 制咬是怎么回事 我们只是猜说 制咬会不会是要取代木口 我们只是这样猜 他竟然说 听他的先生 客人在说 听说好像有人去告发 真的有人去告发吗 没有吗 还是有人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柯文哲 而柯文哲告诉了陈佩琴 只有这样 对 因为到现在为止 已经几个月过去 都没有人去提到这个事情 制咬公司也在 这个10月7号 突然间就申请解散 各位最应该解散的 不是木可吗 对 木可要解散的时候 是在哪里 是在民众党的记者会上 民众党干部代为 宣读木可公司要解散 现在还没解散 还没解散 最该解散的没有解散 然后呢 不该解散的10月7号解散了 请问是谁跟陈佩琦 讲 是谁跟柯文哲讲 有人在查制咬公司 所以你一连起来就 好像真的有人偷偷的在告诉他 保洁我们都是60出头的人 你知道像我们这种 60几岁的中老年人 有一个过 有一个习惯 我们不会自己在那边 KUSB啊 是谁会帮你key 有一个人在帮你keyUSB啊 但是这个USB啊我们就必须要随身携带 那你知道柯文哲的USB跟我们用的USB不一样 它不一样 我们用的是100多块钱的USB 它用的是1300块 有可能你价格太低的话 有可能就有一天你就打不开了 1300块是比较高单高级货 所以呢它比较保固 你懂吗 所以呢事实上 全部串起来就发现 哎呦 好像有人在把关 那我问你 如果橘子真的是因为橘子的朋友 跟民众党的这些人啊都已经有人在直播上面直接讲了 橘子就是帮柯文哲把关的人 要见柯文哲还是柯文哲要去扫街都要经过橘子 橘子不仅你要见柯文哲要拜托什么事情 要去帮忙胡雪要经过橘子之外 他连柯文哲扫街的时候要坐哪一辆车 他都要管 他的身份重要地位重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问你嘛 如果合理的怀疑 那么橘子跟他那么的密切那么的亲密的话呢 柯文哲USB里面的很多东西是谁建入的 如果是他建入的 对 请问只有 只有一份在那个柯文哲被搜出来的USB里面吗 还有没有原始党式的笔电 或是另外一个USB里面 因为按照检调传出来的消息是 他的手机 他个人私人的讯息 还有USB都是由橘子保管的 虽然台北地检署这个等于说 否认说相关当事人 那么在这个检联单位开始进行监听了以后 电话就很少说东西 改用很多的网路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通讯器材 据我所知 我们国家的行政单位在掌握很多 非行动电话的通讯 还是有一定的能力 而且这些收押的过程当中 还是包括有好几位 都是用非行动电话的通讯工具进行联络 所以后来才被收押 所以呢 为什么他们事先可以知道 没有人告诉他们的话 请问橘子为什么可以事先 飞机一搭就跑到日本 再也不回来了 现在刚才讲 现在已经这是刚刚司宗讲的 他以前写过一本书 这个是小省年纪的时候 这个当倒大的时候突围 像命运挑战的竞争战事 他现在居然用这个东西去威胁台北市政府了 他当时写这本书后来被台北计刑署起诉 他里面写一对他自己犯罪事实到忘记了 灰头土脸 这是这本他的自传嘛 但我刚刚简单看了一下 金华城的地基大家不要担心 是全国最深的一个地基 地下深度85公尺 他的深度比超过101 所以他用原来这个概念是对的 是对的你知道吧 但是因为你的深度 他的深度比101还深 他地下深度是85公尺的地基 85公尺地基什么概念 我现在讲给大家听 以台北市的这个地质状况 因为我是学旷野地质 大家多好懂一点 大概在60公尺左右 我们就会打到西中 打到盐盘 就会打到盐盘 基础在在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下面是一个 稳定的压住的东西 但是它靠什么压住 靠上面的建筑物也要压住它 这整个才平衡 力量才能够平衡 否则的话你现在上面没有了 只有这个基础的话 你旁边这个地 我们这个地是有地心引力的 撑不住吗 不是 你旁边的各四面八方的压力 会往这边压缩回来 所以地区会垮掉 所以它必须让它盖到一定的楼层 它一定要再配重 那个再重跟配重 足以把它压住 那就平衡了 这个在工程学上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地区 这个地基本来就可以用几百年了 这是OK的 你知道吧 这个是很好 所以它用这个方法 是节省了很多的 节省了部分的工程费 还有一个 它现在帮它执行工程的营造厂 是谁 是华雄营造 华雄营造是日本的熊谷主 对 是TOKUMA TOKUMA是日本一流的建筑公司 它的营造工程绝对没有问题 比台湾好太多 它们是世界级的营造公司 因为小沈当时讲过 我不会给中华工程去做这个案子 它专门找日本的华雄来做的话 它盖出来的东西就是世界一级的东西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现在你就打不了它了 不是继续盖嘛 继续盖嘛 它会有一个问题啦 因为华雄也不可能融资给它 对 所以它将来也要付华雄工钱啊 营造厂也要付钱的啊 不是说继续盖啊 盖要钱啊 它总共这个案子里面 它当时买地买了372亿对不对 然后它总共拿这个地跟星光银行 只借了150亿嘛 借了150亿 这150亿它还给了前面的这个中华开发 当时欠了累积的货款 大概是七八十亿 所以它手上现金来讲的话 不是很多 大概只有手上现金我认为大概几十亿 但当时又买这些所谓的买这些融积率的时候 它又付了几十亿掉 因此这全案剩下现金应该不多啦 所以它迫切的急切的需要 需要能够申请建筑融资 建筑融资它现在不可能申请啊 因为扣押啦 土地被扣押啦 它一定要解扣押才行啊 我先问一个第二个问题 这个小省会妥协吗 不不不 你听我讲 不是小省 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就是小省会不会妥协 对 那我问你很简单一个问题 台北地检署在这个小省这个部分 跟小省我们讲三个人 沈青金 李文忠 还有这个 朱雅虎 柯文哲 朱雅虎不重要 柯文哲 这三个人中间的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侦查的主导权 到了台北 到了北检手上没有 到底是北检在主导 还是柯文哲在主导 你先告诉我 那谁在主导 我当然说北检先拿到主导权了嘛 北检拿到主导了 因为北检已经一个礼拜 快将近一个礼拜时间 没有传 没有传沈青金了嘛 对 他传沈青金去问吗 没有 为什么不传 为什么 他等什么 他在等李文忠这边的爆破嘛 李文忠这边新房一破掉 那就变成第二条线 开了第二条线出来 李文忠可以提供出来 柯P收钱的那个对接的另外一方嘛 比如我刚刚讲 中央基金会 我怀疑 我高度的推论是那个 1500万的资金 就11月1号 1500 1500万 因为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 嘉义的陈董 那个300万 跟王立宁那个 不知名的金额 对 都出现在 USB的上策上 所以那个1500万是确定的 确定1500万的事情 他拿了1000万去登记了 中央基金会 对 所以那中央基金会负责人是谁 李文忠 李文忠嘛 所以李文忠 第一个就要面临到 你到底有没有拿1500万 对 你拿1500万谁给你的嘛 对 那个朱雅虎是不知道的嘛 朱雅虎还在李文忠电话里面 骂小沈太小气嘛 所以他不知道有这个1500万嘛 对 所以你就知道 李文忠可能他们是直接 或是柯文哲直接对接到 小沈的本人嘛 那这个部分就是 第一个勾兑就成功了嘛 对 所以目前他现在 检方手上的筹码 他有多一个筹码 他一定会不会急得 要让沈金金出去嘛 现在想出去的是谁 是小沈想要出去救企业嘛 对 检方急个屁啊 乖乖在里面睡觉 医院蹲的嘛 所以检方不急嘛 检方为什么要急呢 是星光银行的代表人嘛 所以棒打老虎鸡之仇 现在危机要用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安全来威胁我们 可是建金也就是星光银 在后面想要吃掉这块土地 他们的合约里面一定有这一条 当你不能弄的时候 我有一个保证完之工条款 由我星光银自己来负责处理啊 星光银怎么 而且是信托的啊 整个土地现在是全部 信托是什么意思 登记谁的名字啊 对 登记的名字 你去看一下所有人 你知道到网上去 到 现金公司 不是建金公司啊 是星光银行 当然是框到了嘛 全部在银行 在这种大笔的贷款里面 不会给你什么客户留什么余地的 没这回事 名字也是我的 建金也是我主导 通通都是我监控 我随时来可以收你银根 这是银行的一贯的做法 所以如果这个案出问题的话 星光银行发大财啊 对 星光银行就盖完了 星光银行怎么 他根本没有付责备 他不急嘛 他很凉的跟你玩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因为小沈是个厉害角色 对 他一定会再来救他的案子 所以我刚刚解释了半天 就是说 审刑金多睡一个礼拜 或是多睡两个礼拜 那个是检调在整他嘛 检调为什么急着跟你谈 你自己去想啊 我以为你该讲的 我已经讲完了嘛 所以他后面的一个更可能的东西 我觉得目前北检在等李文中 李文中如果今天投降的话 那个出来的东西就刚刚好 就是跟小沈对接 这两个对接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东西我们要知道 第三者就柯文哲 柯文哲在任何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认罪 不可能 绝不可能认罪嘛 所以他检调的侦查目标很清楚 一定是从所有的侦查的犯罪证据里面 所创造出来的客观事实 让你法官轻松可以判罪 或是柯文哲认罪 但是柯文哲认罪的可能性不大嘛 认罪下去就是无期徒刑嘛 怎么可能认罪 所以柯文哲不会认罪 那就必须要靠我检方 所有的查出来的犯罪事实 要具体到你无言以对嘛 然后法官很轻松能够判下去 然后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这时间才在哪里 时间在北检手上嘛 现在才多少 才双十节十月十号 他九月五号才刚收押的 他就没有把他挖到什么时候 他把他压四个月嘛 四个月到什么时候 九月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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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 他压到十二月五号 还不急嘛 所以柯P慢慢在里面蹲到 我们常常讲 本来我们对柯文哲期待 是你用一个素人 你带给台北一个新兴的形象 台北一个跟我们一个新台北 搞了半天 他没有生鸡蛋 每天给我垃圾室 我住在万华 我每天经过万大市场 一个烂尾楼 搞了半天现在 金华城也可能是烂尾楼 那金华城不但是烂尾楼 他还有公安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公安的问题 所有东西 又都是柯文哲造成的 金华广场都是柯文哲 丢为台北市的一个喂爆弹 超巨型喂爆弹 真的 因为刚刚前面在谈 那个工程问题嘛 我补一个就是 金华广场照理来讲 桑山的土地 一般开挖率是60% 可是柯文哲任内 核准他的开挖率到 80%这么多 80%开挖率 而且呢 他的总楼地板面积 大家以为 840%已经很多了 他的总楼地板面积啊 建造上是25万平方公尺 换算成容积的话 其实是到了1600% 因为他加上了这所谓 免计容积的楼地板 实际上他的容积率是1600% 这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你看那个量体是多么巨大 比起他拆除之前那颗球 对 都还要更大 好 那现在呢 这个威京集团呢 他就说啊 我工程量体这么大 如果你不让我盖完的话 那万一发生了公安的意外怎么办 这等于直接是用霸王硬上工嘛 他的逼迫讲忘安 一定要买他的单嘛 就算呢 之后呢 这所谓的收贿的事情爆出来 也不能让他停工 因为一旦停工 他在威胁你说坍塌怎么办 所以你看 柯文哲叙述的很精准 刀叉吃人肉 只是他柯文哲现在变成服务生啊 对 他把市民的这个百亿龙机 送到财团的桌上 然后大家一起刀叉吃人肉 这种那种提示感 我真的觉得我坦在张板上 被他们割了 真的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看现在北姐的做法 他把土地先扣压下来 他扣的其实是 他要去抓住威京集团的这个钱麦嘛 因为他如果完工 这个土地完销出去给三亿第三人 那就算有人被判刑又怎么样呢 那个钱他已经拿到手了 所以土地的扣押 北姐跟法院他要做的是说 我让你土地现在转不出去 那可是土地转不出去 小沈他也不一定要怕啊 因为如果他很顺利的把它盖完的话 不能卖出租总行吧 出租还是可以啊 而且这个土地这个建物盖好之后 以他的价值 他又可以去银行抵押 新的一笔钱出来 他又可以发大财去做其他生意啊 所以接下来哦 这个到底是如何的取回这100亿的容积 就是蒋万恩市府现在就要开始写这个剧本 因为对照起诉书的内容 他会有法律上不同的工具可以用 可怕 如果沈庆经行贿的对象是柯文哲是彭正森 跟沈庆经行贿的对象是基层的公务员啊 柯文哲彭正只是土地 这都是不同的法律剧本 一定要现在就开始研议 否则的话 以金华城这案子来讲 就算停止勘验 现在蒋市府说停止勘验 他去施工下来 罚他9000块而已啊 怎么会怕 不会怕嘛 一直施工 蒋市府也不敢给他停工 因为被他威胁说 万一产生公安意外怎么办的时候 我就贪给你看 最终 最终就是这100亿 还是收进这个集团口袋里 所以你在法律的程序上面 你现在就要开始做布局 以对抗威精集团 未来可能会以诉讼做威胁 如果你现在不布局 随着他这个揉越盖越高的时候 生米越煮成熟饭 到时候台北市民 要把这100亿容器拿回来 就更加困难 那柯文这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他等于说你今天就是弄了一个 你根本就是跟沈庆经联合设一个局 你逼着台北市政府或者逼着台北市民 非买单不可 没错啊 当时这个案子在审查的时候 其实很多过程里面 那些委员都有质疑过 量体这么大 你对周遭的交通 会不会产生环境上面的各种的冲击 可是这就是柯文哲厉害的地方 他把所有责任 全部都丢给都发局 跟丢给都委会 自己呢戴上了这个白手套之后 一副好像很干净的样子 然后做了这颗卫爆弹留在我们台北市 就算现在东窗事发 也让微经集团讲说 反正我量体很大 你能奈我何 这个就是啊 他为财团量身打造去突破一切规范的 非常遏止的一个案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